为了打击毒品犯罪 美国政府单位年节期间不手软 联邦海关边境保护局宣布 在美墨边境有发现 史上最长的毒品走私隧道 一路从墨西哥地华纳 延伸到圣地雅各 海关边境保护局表示 走私隧道全长4309英尺 且高5.5英尺宽2英尺 对比6年前最长的走私隧道 当时只有2900多英尺 不止长度破记录 隧道中还有许多高科技设备 包括运货铁轨通风系统 排水系统甚至连高压电缆都有 不过最厉害的却不在隧道内 而是出口处的隐秘仓库 面积竟然有超过14个美式足球场 美国边境巡逻队指出 未来这条隧道也会像过去一样 用混凝土全部封住 东西新闻团队在San Diego的综合报导